來問一下施主任 我們把橄欖油跟苦茶油PK一下 飽和脂肪酸的話 苦茶油比橄欖油來的低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般講說橄欖油好的 就是因為它的單元不飽和脂肪 對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它橄欖油大概70幾 已經算是油脂裡面算是非常高的 但是苦茶油它的單元不飽脂肪酸 又比橄欖油來的高 所以這個剩 對 雖然 這個飽和脂肪這個也剩 對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雖然是我們身體所需要的 因為低劇脂肪酸是在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裡面 說你還做過了一種做過研究 就是說苦茶油它的功效 確實有一些科學的證據 對 沒錯 這些現在講的這些 大概就是我們在科學報導上面 當然有些是動物實驗 但是至少說代表說 它在動物實驗上面是有效的 有證據的 第一個是改善消化性潰瘍 所以剛剛傑英說 真的很多人一早起來就喝苦茶油 對 夠味 那要怎麼喝 不是把整罐拿來喝吧 應該怎麼喝 從生產來講的話 其實我剛這樣子已經喝了兩杯了 沒有 因為我已經是習慣了 像平常早上起來空腹喝是最好的 那當我們喝茶油的話 大概隱隱能夠接受的 比如說5到10cc 就是我們用家裡那個湯匙 對 你就喝一口 像品紅酒一樣 對 整個口腔 對 然後慢慢從喉嚨下去 然後整個幫你做修護 然後等30分鐘再喝 你同意嗎 同意 因為苦茶油它本身 它對抑制的幽門感菌是有效的 保護肝臟 減少肝臟發炎 這有證據嗎 有 這個是我們中興大學 那個嚴國欽老師他有做過 他就是苦茶油 中午實驗 對 中午實驗 就這樣子 有這種抑制化學性的 肝發炎的效果 他是用什麼 用小老鼠 我們是讓這個小老鼠 先誘導牠發炎 然後餵苦茶油之後 看牠的這種抑制的效果怎麼樣 怎麼居然連敗血症都還可以 那這是我們學校實驗室 老師謝憲正 謝老師做的 我學校實驗室